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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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跟你講解一下今次的節目 今次我找過台灣的男生 帶你去玩 是不是四處去啊? 那我會去哪裡 你一會就知道 我不是告訴你 如果那個男生懂得煮東西就好了 如果那個男生懂得開車就好了 如果那個男生可以到處帶我去就好了 而且如果我們吃東西 我只是用來拍照而已 他幫我吃光就可以了 真的嗎? 你吃完早餐 我們就會帶你和他見面了 Adult Technology 一大風景 音樂 天藍 天 天 的人 排ă 好 我想象中的台湾男孩 笑容很陽光 但是睜眼是很溫柔的 好像金正母一樣 她一來到我一定會很害羞 畢竟人家是香港的小姐 我還是會有點不好意思 始終來到台灣 去認識一個男生 我覺得 不知道究竟她的文化是怎樣 或者她的說話是怎樣 好像相親 不過我覺得她選這個地方去見我 是很好的 因為我很喜歡大自然 整個氣氛會軟一點 會容易一點去認識對方 你去跟她打個招呼 然後跟她講一下我們今天的行程 OK 嗨 哈囉 你好 我是佳妤 傑妤 很高興認識你 我第一眼見到她 我完全想像不到她是這樣的類型 其實她用中文去說我的名字 哈囉 你好 好少人是這樣做的 所以我會覺得真的很甜蜜的感覺 真的好像 我們故意約定不見不散 在那個樹下 剛見咧 你會很熱嗎 我 我 因為她的感覺是很清新的 但她是白白正正的 我不知道她是做甚麼的 原來她是運動員 她之前是有跑田徑 還有我第一次問她 我這次來到台灣 我就是想玩會外活動 剛好她就是會露營 又會… 總之所有游泳、餐廳都會玩 其實我真的不知道 接下來會去哪裡 我很期待 台灣聽說有很多很漂亮的地方 而且這個台灣男孩 看起來都挺陽光 應該會帶我去曬太陽 我來 這個是正溫泉嗎 是溫泉 真的嗎 我們會… 她可以泡溫泉 我們會嗎… 我們會嗎 她怎麼泡的 其實泡完溫泉會非常舒服 真的 因為她毛孔會打開 會比較涼 但是會… 我是不是想不到工作人員會這樣安排 但… 但經常出來她其實算是… 哎呀 拜託 我們第一天認識 不要那麼快 你讓我們多幾天先 我們… 很像這樣 我們這幾天就好好的玩 好啊… 就當作來度假吧 好 好煩惱的事情 交給我喔 你是我台灣 第一個認識的男生 所以多多指教 他們是… 他們是工作人員之館 所以多多指教 多多指教 你也是我… 人生… 應該… 不會有第二次認識的崗子 真的 我這… 這幾天會有一個小小的願望 就是你可以教我一點點… 方東方 你要叫我台語 欸好欸 我們來交換 你好… 你好… 是你好的意思嗎 你好… 你好… 那廣東話怎麼說 你好… 你好… 我猜不到它這麼遠 是要走山路過來的 那感覺經過所有的路 其實是像日本的溫泉街一樣 還有… 為甚麼會選擇夏天來浸溫泉呢 我真的沒辦法去理解 為甚麼台灣人 在這麼大熱天時去浸溫泉 不熱的嗎 聽說他們還會在夏天吃火 台灣人太特別了 我要努力好好融入這個地方先 我們來到烏溫泉 第一個地點是什麼 是 我第一個地點 欸 就是要讓你 shock 很期待喔 我要帶你去 遊樂園 你有看到我們現在在等 纜車 喔真的 對啊 那會很刺激嗎 就是很高的感覺 會啊 它會一直這樣子啊 不會吧 那你會不會很好奇 那誰蓋了這個遊樂園 啊就是園居民嗎 是園住民 對 就是泰雅 泰雅族的園住民 那我跟你說 他們以前是真的是爬山 這樣爬上去耶 真的嗎 對啊 而且它是在瀑布上面喔 所以他們以前就是這樣爬山 爬上去蓋好這個遊樂園的 而且這個遊樂園啊 跟你一般的遊樂園不一樣 真的 它要讓你享受我們台北的那種分多金 其實我有些是維高的 你看我們纜車上去 另外一台就會下來 就是這是我們的特色 對 就是一個聯動式的感覺 然後你看現在我們可以看到 烏賴的瀑布 那我上去的纜車呢 其實我打算它是比較小一點的 因為我們那個主題公園呢 是圓圓的 但是這個纜車很大 所以感覺舒服很多 很高耶 還有整個烏賴的美景 可以看你的腳下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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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 我偉高它 還要推我過去看一下那個路 路地下那個位置 好害怕的其實 不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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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可以兩個人嗎 可以啊可以啊可以啊 是嗎 可以 只是第一天你不可以這樣子對我 你知道嗎 就是嚇嚇你嗎 給你一點驚喜啊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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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兩分半的時間 其實這個高度有160公尺 真的 所以它必須速度其實是還滿快的 來 這裡好涼喔 對喔 因為剛剛在上樓梯的時候 它就跟我講說 怎麼又是樓梯 然後走上來 怎麼又有樓梯 已經看到一個無盡的樓梯 然後走完之後 上面再有多些樓梯 所以 我不知道可以打到樓梯 我心想說算了… 先不要帶它去玩生態 先讓它體驗一下那種 比較放輕鬆的活動 現在速度多了 我還以為你帶我來爬山耶 爬山也是一種體驗啊 第一次來到就去爬山 舒服吧 你有划過船嗎 有啊 在外國啊 加拿大 那我上次去是出海的 這次只在一個湖上 所以感覺是安全一點 還有 阿傑森呢 他也是慢慢挖的 但是最怕那一下就是踩上船 因為那個船會這樣在搖動 踩上去坐穩了 OK 坐纜車上來 可是我們卻在高山滑船 這個遊樂園呢 它的遊樂設施 其實不是像我們一般知道的 是那種電動的啊 你玩得很刺激的 對 這個遊樂園主要就是 天氣大自然 對 來大自然走走 我看到很多魚耶 有沒有 超大自然 當然呢 來到這裡也是很舒服 因為那個風景是很開陽的 但是那個太陽不會很猛 我覺得在這裡玩那些 原居民的活動是很棒 來到我們這邊就是要體驗 原住民 射箭 讓你 讓你的生活一定會 對 讓你當 Hunter 真的嗎 對 你有看到嗎 嗯 我們一般看到的 它都是 比如說橡膠的啊 矽膠的 可是它真的是用稻草 對 對啊 然後它的 那個木雕上面都是動物 讓你模擬去野生動物 就是那個target一定要很 沒錯 好啦好啦 Justin 說了那麼多 不如我們來一場比試吧 看看誰才是神射手 不過老實說 在遊樂園裡面射箭 真的覺得太特別了 這裡到底是什麼地方 本身我們玩的那些遊樂園 香港就是有很多機動遊戲的 但是這個呢 就完全是戶外的 而且在戶外你就會感受到大自然 原來原居民以前是這樣的 因為我們其實現在在這個社會 已經科技很發達了 那再玩這些東西就會覺得 其實我也可以貼近大自然 去玩些很簡單的東西 哇 不錯 你中了兩個 我有兩個 總分是 十二分 那我的總分是 你的是八分 你射中一隻 比我射中一隻 比我射中一隻 我第一次玩而已 是啊 我覺得我很危險的 我是危險人物 我怕射到人 但我怎樣都中到 中了一箭 就是好像八分的 不錯 你看我們剛剛說 好我們一人射武師 是 結果我們射滿了實際二十隻 結果我們只有中兩隻三隻 對啊,我只吃一隻 我們也太爛了吧 這個是台車 這個已經是台灣 最後一個鐵道台車了 最後一個囉 其他地方都已經沒有了 這以前其實是 烏來人這邊他們是伐木的 所以這裡他們都要載木頭 所以他們就是把 類似拖板車放在鐵軌上 然後是人去推 真的 然後去運送木頭的 YES WOEN Sunshin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